记者欧速美台中报道 三名俄罗斯人驾驶帆船准备前往香港交船 不料因台风来袭浪高5米 加上车夜角到绳索 靠着风帆航行至台中港避风维修 行程被耽误 渴望下周一才能再次启航 船员被迫滞留台中港 只能在船上看书等打发时间 其中最年轻的船员 Maxim笑说 很想去夜店 天文海船务代理公司总经理胡昭表示 有时间就带他们去 NoApplaus没有掌声 翻船船长Constantin45岁表示 他和船员Dmitry41岁及Maxim27岁 共三人于8月16日驾驶 该船从俄罗斯出发 准备将船交给香港的客户 已参加在越南举行的帆船竞赛 该船20日停靠韩国釜山 25日从釜山出发前往香港 不料在靠近香港时 在海上遭遇台风 浪高达5米 加上车业又找到绳索 失去动力 三人靠风帆行驶 31日晚上将船开进台中港避风 并靠泊工作船区进行维修 负责该船的天文海船务代公司总经理胡昭表示 应该船进行维修 加上台风影响 预计需滞留台中港多日 预计下周一 9月4日才能出海转往香港 三人在船上很无聊 就看书等打发时间 John Constantin表示 之前曾驾船来台湾 但只听搏击龙港 以往也曾在菲律宾遭遇台风 将航行风显示如家常便饭 最年轻的Maxim则表示 很想上岸去夜店看看 胡找表示 有时间就会协助到移民署 办理相关证件 带三人游台中逛夜店